而这个光电智慧社区呢 平均每户一日可以产生电能大约是16度 住户虽然呢还是得缴费 但是呢产生的电力转卖给台电 每一度呢倒赚了6块钱 而每户每月的平均收益呢 大约是三四千块 不但可以补贴赚屋者的 购屋者的这个房贷利息 也为住户呢创造轻松的赚钱方法 丰山一美树27光电智慧社区 一共有27户 每户的屋顶装4.4风瓦的太阳光电板 平均每户一日可产生电能约16度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碳量约10.112公斤 建设公司打算以此作为售物的卖点 住户虽然还是得付电费 每度大概三块钱 但产生的电力转卖给台电 以每度9元的收购价估算 每户每月收益可以达到4000多元 高永建设总经理徐淑美说 这笔额外收益可以补贴购物者的房贷利息 为住户创造轻松的赚钱方法 因为高雄是一个南向30度的采光 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你能够在有效率的地方都让它设置 那这样的是会更有效率 卖电给台电的这样一个办法 那由客户自己当然卖电给台电 他有收入 可是建商他必须要投资一笔经费 所以说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能够补助经费那是更好 会推动的更快 公务局表示 市府已经从7月底开始受理 申请太阳光电设置补助 补助金额每千瓦 1万到1万5千元 已经有不少市民询问 而原来办法规定申请条件 是没有从事营业行为的私有建筑物 许多民众希望能够放宽补助对象 公务局决定修法 把一楼作为店铺的透天错建筑 或大楼纳入 也可以接受市府的补助 港东新闻王杰士 刘志山采访报道 他超高 太升 礼g 臨 excus